原来穆小姐也是被妖术所伤 看来是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误会解开就好 也谢谢公子的担药 如果公子不嫌弃 这是我新手做的枣糕 就当做谢礼吧 穆玉恒差点被口水呛到 桌子上的枣糕 分明是他来东城国之前卖的 因为放在储物界里一直忘了吃 今天才想着拿出来丢掉 姐姐这真是太心黑了 不过他喜欢 哼 草糕就是谢礼 你可知道刚刚那丹药是什么药吗 没见识的草莽 公子不会是嫌弃我做的糕点吧 不嫌弃 我很喜欢 味道有些酸 他没在意 只以为它是酸枣方多了 把那一块全部吃了下去 很好吃 真的吗 他笑眼弯弯 似乎很开心 赫连渊看呆了 好吃的 那公子 把这些都带回去吃吧 好 赫连渊拿起枣糕 然后在他的校夜里 云里雾里的出了院子 哥哥 你别被那个狐狸精迷惑了 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不得如此说穆姑娘 赫连渊喝了一眼热门 又看了一眼草树 转身走了 姐姐 他回去了 肯定会拉肚子 你想问我 为什么他给了我那么好的丹药 我还对他使坏 是他 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模样 他会对我一见钟情吗 当然是不能 如果我没有用计 故意让他对我有经验的一幕 他会对我与众不同吗 答案也是不能 没有这些因素 他看我就会像看蝼蚁一样 会为了得知神兽的下落 毫不留情地对我私刑逼供 就算我死了 对他而言 不过只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的心态 半点同情和后悔都不会有 所以你觉得 我只是给他吃了坏掉的枣糕 算得上实坏吗 如果不是有龙陌生的暗卫 龙一在 知道周围守着的人 是神无教的人 姐姐也不会用苦肉计 和美人计 但不用计策 今日他们就不可能 这么轻松简单地 把这群人送走 龙一见危险解除 连忙遇见 传讯给自家的主子 把刚刚发生的一切 全部禀报给了主子 主子 您还不过来 小心帽子变颜色呀 你究竟是什么人 要杀要广 我顾星海习情尊便 休得再侮辱我 男人身穿着白色玄衣 身上滴血未沾 犹如神指 你到底是谁 谁派你来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谁派你来的 他给了你多少报酬 我可以给你百倍 跪下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顾星海膝下没有 当年为了爬上高位 他早就丢了尊严和人心 事宜他毫不犹豫 普通一身跪了下来 几乎奄奄一心的 唐子星看到这一幕 内心惊诧不已 不愿意相信 顾星海是这种人 就在这时 男人腰间的玉姐亮了亮了 男人看了一眼玉姐 周深的杀气呼得更重 本来本尊不想杀你们 但是今天本尊心情不好 必须得杀你们其中一人 你觉得该杀谁 顾星海不想唐子星死 但若是在他自己的命 和唐子星的命中选一个 他当然是选自己的命了 子星 对不起 唐子星心中难以置信 曾经说为了他 可以不要命的顾星海 在这个时候 居然会毫不犹豫地这样选择 他真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这种男人 突然一声惨叫 唐子星睁开眼 只说那个要说杀人的男人 用剑挑断了顾星海的手脚筋 最后竟一剑挑破了他的丹田 废了顾星海 男人冷漠转身 一点也不脱泥带水 夜幕降临 目无双关的房门 射了结界 准备睡觉 这几天他一直胆战心惊 夹起来睡的时间 都没有三个时辰 如今稍微放松下来 感觉站着床就能睡 双儿 看到他的那一刹那 满心的恼怒气氛 全都消失于无形 眼里心里只剩下对他的喜爱 走开 好冲哦 房间里进了人 他还睡得着 他的小女人 心里已经渐渐放下了对他的戒备 他总是嘴上说还没有爱上他 恐怕他心里早已经有了他的位置 他出去洗了个澡 还特意让龙衣去拿点花瓣撒在水里 虽然他身上没有沾染上血腥味 但是为了让双儿不再说他臭 臭美一点不算什么 龙衣简直惊悚不已 颤颤巍巍的把从自家后花园里摘来的花瓣 撒进水里 麻溜的隐秘了 双儿 这是给本王留的位置吗 明知他听不见 你不说话 就是默认了 于是 某男不要脸的爬上了床 黄叔 双儿 想不想本王 谁想你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脑海里却想起了那天在凤凰遗季外 他薄唇紧敏 神色不善 一双眼睛通红的样子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黄叔 印象里的他一直是高朗的 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慌乱的模样 而他的慌乱和紧张都是为了他 不可否认 他喜欢这样的感觉 没关系 本王想你就行了 太犯规了 哪能一大清早 就用这么低沉的嗓音诱惑他 听得他后背都要酥麻了 你 你什么时候爬上我的床的 昨晚是你故意让本王留下的 双儿不记得了 啊 怎么可能 他才不信呢 不过衣裳还穿得好好的 身上也没有异样 看来他只是纯粹地抱着自己睡了一觉 所以呢 他就大度地不计较他大半夜爬床的事情了 他突然放开了他软绵绵的身体 坐了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外衫 站起了身 啊 沐无双没想到 黄叔这么快就起来了 突然变得这么正人君子 也不像以前一样占他便宜 这让他都有些不习惯了 哎 珠母珠母 凤凰小妹妹呢 快让我看看 她长得漂不漂亮呀 什么小妹妹 她是小弟弟 本来呢 她也以为小凤凰是母的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只公的 不过啊 声音倒是茫茫的 什么 小弟弟 哼 小菜虫 我 你妹的小菜虫啊 小爷是青龙神兽 不错不错啊 有其主子 就有其神兽 这性格真是酷 小爷 我不要这个毒蛇精弟弟 说的好像本神兽 当你是哥哥似的 这真是两个小冤家 看来以后的日子 不会无聊了 双儿过来 她侧头看过去 发现她居然摆了 一桌子的早点和糕点 有些还冒着热气 看起来十分的精致 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甜味 储物界不能保持新鲜的食物 但是有的空间可以 也不知道黄叔 什么时候买来的 好香啊 同时 听到了一声 咽口水的声音 她发誓 绝对不是她 咕咚 又是一声 咽口水的声音 她明显看见 小凤凰的喉咙动了动 嘿嘿嘿 没见识的小凤凰 馋傻了吧 这是我主人 特意去邻国天善 摘给主母买的 没有你吃的饭 哼 谁查了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呢 天善斋是在邻国的京都 但是离这里足有几千里远 黄叔不会为了给他买糕点 特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吗 龙墨山灭掉云海学院后 准备来找他 后来担心他不好好吃饭 特意去了天善斋一趟 买了各式的点心 吃吧 应该有和你口味的 所以 以各种口味都购买了一样吗 慕无双心里 泛起了一丝甜意 大概没有女人 能拒绝这么用心的男人吧 咕咚 某只小凤凰 在后面又咽起了口水 你叫什么名字 嗯 叫小黄黄 嗯 小黄黄 你过来一起吃 从来不喜欢与 除了慕无双之外的 第三个人和兽 一起用餐的龙墨山 他想 这大概就是爱屋即屋吧 主人 他都从来没有和主人 一起吃过东西呢 虽然他很不屑 吃这些没有灵气的食物 可是凭什么 这只小凤凰就可以 为什么不对他爱屋即屋 主人 你不爱你自己吗 小凤凰很愉快地 飞到了桌上 用灰 掉了一块刚刚 木无双吃的马蹄膏吃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肯定特别好吃 这一吃 他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然后如同风云残卷般 把整叠马蹄膏都吃掉了 接着 无论木无双吃什么 他都要尝一尝 嗯 一尝就是一整叠 满满一大桌子的点心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他吃得干干净净 黄叔 我真是捡了一只吃货回来了吧 就是 打吃货 小凤凰呢 因为吃饱了 心情好 没有同他抬杠 他飞到龙墨身身边 用灰 把了一根颜色亮丽的羽毛 送给了他 飞回了空间里的梧桐神树上 补教去了 好心思啊 小黄黄送出的第一根羽毛 居然不是给我这个主人的 神兽凤凰会送给喜欢的人羽毛 就像娇人会把眼泪化成珍珠送人一样 没有好感 他们是不会送出宝贵的东西的 他还以为黄叔的性格与小黄黄合不来呢 谁知道 一顿点心就把那小梅良心的给收买了 这真是个小吃货 将那根火红的羽毛放在了他的手里 他送给黄叔你的 你就收着吧 哼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给我心甘情愿的拔毛的 既然想黄黄这么容易收买 以后就拿美食诱惑他 双儿 你可愿意随我回去 什么 回去 回哪儿去 肯定不是回孝月王朝 上次他就说过会带他回去 不过他装聋作哑 装作听不懂 这次他也装聋作哑 等这边的事件结束后 我就同黄叔回孝月王朝去 也不知道祖父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呢 龙默身的眸光危暗 那璀璨的紫眸瞬间变了颜色 变回了以前的琥珀色 见他这样 他心中隐隐有种 想要答应他的冲动 可是理智让他没有冲动 他猜出他的身份不一般 必定是高阶大陆的人 而他呢 虽然自信将来能比拟天下 可现在他还很弱小 去了高阶大陆 就只能在他的羽翼下 寻求他的庇护 这不是他想要的 将这个话题绕过去了 龙默身也没有再提 本王有事处理 先行一步 龙默身站起身来 又恢复了以前冷冰冰的样子 说了这句 他就很快离开了 木屋上盯着空空的椰子 发了一会呆 如果皇叔 愿意等他强大起来 他也是愿意 跟他去他那边的 他能突然问那句话 就说明他现在可以回去了 也是 他的修为 好像一天一个样 他都根本看不透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 想必是身上的 什么封印被解除了 回去 也不怕被人再暗算了 他若是自己回去 那他就忘了这一切 当做是 金花水月好了 上午 赫连冤来访 拉了一晚上肚子的他 此时看起来 并没有很虚弱的感觉 我是来感谢 昨日穆姑娘送的枣糕的 味得很好 是在下吃过最好吃的枣糕 穆一恒嘴小抽了抽 佩服这个 说谎不眨眼的大兄弟 那么难吃的枣糕 也能昧着良心说好吃 真是厉害啊 佩服佩服 原来是赫连公子来了 玉衡 请公子进来喝茶吧 赫连冤一看到木无双 平日李淡漠的眼睛 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赫连公子喝茶 不必客气 好 他从他柔衣般白滑的手上 移开目光 拿起茶杯 没注意到茶水滚烫 一口就喝了下去 木无双看着都替他喉咙痛 木姑娘 在下乃苍鸣大陆 隐氏家族赫连世家 嫡系长子赫连渊 家中尚无妻妾 在下愿意 等等 赫连公子 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而且我自治平庸 也配不上公子 公子切莫再说这种话了 否则 有人会杀了我的 谁 谁敢杀你 然后侧目就看到了 他的妹妹赫连朵 手里提着一把长剑 气势汹汹 兄长 这个狐狸精只会勾引人 慕宁雪那两姐妹可是说了 她就是喜欢缠着男人不放 她只是故意勾引你 想让你带她离开这种破大路 木无双绝对不是这种人 她刚刚才拒绝了自己 看来是自己的妹妹 被人给骗了 朵儿 休得护眼 慕姑娘不是你嘴里那种人 我可没有瞎说 她见到好男人就一不开眼 她就是想勾着你不放 我不许你这么说 木姑娘 哥哥 你连我的话都不信了吗 这个女人她破坏好心 住口 不够了 两位不要在我这吵了 头疼 哥哥你看看她 太无礼了 你怎么能喜欢成这样的女人 木姑娘 你这次不太舒服 那再一下就不打扰了 下次再来看你 她是太惯着这个娇横的妹妹了 自己好不容易有了喜欢的女子 她居然这般无礼取闹 害得木姑娘对她也冷淡了下来 找不到神兽 回去已经提上了日程 父亲要他们三天后 回去参加一年一次的天交圣会 贺连夺 哥哥 木无双她 住口 她是我心仪的女子 我不许你说她一句不好 她是个资质差的草包 寿命肯定很短 哥哥你是贺连家族的天才 未来的家主 父母亲肯定不会同意你娶她 你与她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句话 让贺连原深思起来 她的身份 不可能娶一个毫无根基 且资质差的女子 但是她可以把她娇养起来 让她快乐幸福地 过完后半生 就算自己到时候厌着 也不会抛弃她 这样还不够吗 所以她把她所想说了出来 她还以为兄长 是非木无双不娶呢 没想到 也是兄长是什么人 哥哥你早说嘛 我那么生气还不是为了你好 既然你不打算娶木无双 那妹妹我一定帮你 把木无双给你哄回去 多儿 先前哥哥说话有些冲 你莫要放在心上 哥哥 我这就去给木姑娘道歉 让她跟你回去 好 辛苦多儿 本小姐从未如此讨厌过一个人 木无双 等你去了苍鸣大陆 本小姐会好好折磨你的 不好意思 我姐姐她身体不舒服 不相见客 木无双 我兄长喜欢你 我想通了 兄长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我身为妹妹当然要支持的 你不见我没事 但是我们三天后就要回去了 今晚我特意设了个晚宴 你若是对我兄长也有心思 今晚一定要来 她认为木无双不可能不去 木无双有心勾搭兄长 又怎么可能沉得住气呢 她暂时先忍着气 等以后再好好羞辱木无双 木无双晚上没有去参加她的晚宴 害她等了几个时辰都没有等到人 她气得想要吐血 朵儿 木姑娘呢 你不是说她马上过了吗 怎么还没过来 我 赫连朵突然有些心慌 可现在木无双还没有出现 不知道是故意弄什么把戏 还是真的不来了 就在这时 神武教长叫公孙海 笑得一脸褶子过来了 赫连公子 公孙海很兴奋 因为一日前 赫连公子特意提出 要把宋益阳带到赫连家族中培养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的好孙儿 竟然拒绝了这个大好机会 她是又惊又气 一怒之下将她关了起来 最后给她为了一力 暂时影响神志的丹药 才将她带了过来 就算益阳清醒后会恨她 她也苦不上这么多 将来她自会明白她的一番苦心 朵儿 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 同慕姑娘说清楚 她 她答应我会来的 我怎么知道她还没来 好你可可怜多 连你也学会洋风阴违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只中意她吗 是她自己不想来 够了 一定是你在她面前说了什么 所以她才不敢靠近我 我没有 我会来找她的 她身上的灵气 发出了金光 紧接着 更亮的金光 将三人笼罩其中 不过一个呼吸 三人就不见了踪影 太好了 我外孙一定有大出血 终于不用再困在低阶大陆了 子子孙孙也能落户在高阶大陆 恭喜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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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教 既然太子殿下去了高阶大陆 那这一次的秘境试炼 还要不要继续了 试炼 以后再说 本长教要大半三个月流水宴 眼请天下豪杰 云海学院被灭 聚灵派被灭 红连教也被灭了 自己的好外孙还去了高阶大陆 他恨不得大白一整年的宴席 告诉天下人 他们神武教 是九霄第一种 姐姐 我看他们肯定有问题 自从从神武教回来 他们两姐妹就很高兴的样子 而且看他们姐弟俩的眼神 也没有以前针锋相对的敌意了 嗯 应该是今晚了 回校月王朝 需要三日时间 今晚是最后一晚 明天下午就能到 他们要使坏 也肯定是今天晚上 到了深夜 所有人都入睡之后 飞行灵气突然颠簸起来 在一阵急剧的下降中 飞船里突然冒起了浓浓毒烟 飞船落地以后 里面居然万籁去迹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张了 就张了 嗯 应该都赌晕了 乖兔儿 你和你姐姐进去把人带出来 知道了 那他弟弟呢 你不是不喜欢这个堂弟吗 想杀就杀掉 不过不能露出马脚来 好的 师父 您放心好了 心思可真恶毒啊 你们怎么没中毒 慕宁威俩姐妹大惊失色 意识到了危险 连忙往后退去 然而后退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人头大的蜘蛛 突然朝着两人飞了过来 嘴里还突然喷出了一口黑浆 是天魔珠 这黑浆是剧毒 能把皮肤都腐蚀掉 慕宁威从前见过这种毒株 不行 他这张如花似玉的脸蛋 绝不能毁掉 可是天魔珠的毒浆 已经喷了出来 根本躲不掉了 慕宁威心意狠 推了自己的亲节 慕宁血一把 让他挡在了自己身后 尖叫声中 夹杂着血肉被扶持的滋滋声 散发着死鼻的恶臭 幸好他没有被毒枪喷倒 否则如果变成姐姐这个样子 他宁愿去死 那只毒猪被过来的九长老 一剑屁成了两半 你们俩运气好 居然没有中毒 还刚好有个天魔珠在此 不过现在 你们可就是脚天天不应 脚地地不灵了 姐姐 我如果不推你 我们两个都得毁容 你这么疼我 难道人心我也变得同你一样吗 我要把下你的脸 你把你的脸赔给我 你赔我的脸 师兄 快过来帮我呀 其中一人 玉角踹在了慕宁雪的心口上 直接将她踢出了老远 姐姐 我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想扒掉我的脸 你看看你自己 你已经被毁容了 永远无法和我相提并论了 所以你要听话一点 不然我以后就不对你好了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慕宁雪垂下眼睛 遮住了眼底的狠辣与怨恨 不再说话 嗯 这就对了 以后我变得厉害了 肯定不会忘记姐姐你的 师父 要不徒儿先行离开 把这里留给师父您怎么样 走吧 走吧 赶紧走 走 来了我龙傲天的地盘 你们能走到哪儿去 龙傲天 刘沙城城主 在有着罪恶峡谷之城的刘沙城 当着土皇帝 载牛的人物落在他手里 都只有被剥皮咽血的份 原来是龙城主 在下神武教九长老 今夜飞行灵器突然失控 落在了您的领地 还请行个方便 老子最讨厌的人就是那龙孙老二 你们来得正好 可以先让老子歇下愤 还神武教九长老 就是龙孙海来了咱们刘沙城 也是有来无回 夜黑风高杀人夜 咱们今儿个有能用鲜血洗洗宝剑呢 哈哈哈哈 咦 这个小姑娘细拼的肉的 好看得紧啊 跟哥哥去玩玩 哥哥帮你一条小命如何 这位爷 我这等姿色算得了什么 我姐姐才是真正的美人呢 你说她 送给老子骑鞋 老子都不要 真是臭八怪 不是 不是 我说的是她 是啊是啊 她是老夫见过最美的女人 紫色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龙孙主 您要是喜欢 不如 不如你去死吧 忽然 一道清光乍亮 刹那之间 一柄翠绿的长剑 带着凌厉的剑气破空而来 九长老一个闪身 可他根本没料到 先前那一剑不过是虚晃一招 而他躲身的路径早已被人看穿 那柄带着可怕起息的长剑 就那样直晃晃地插进了他的心口 灵徒镜五层 不可能 就算木无双隐藏了修为是灵徒镜五层 也绝对不可能越阶傻他 他可是灵王镜的修为啊 一定是那把剑 上品灵器 不 这竟然是绝品灵器 整个大陆上都没有几个绝品灵器啊 我同意是 九长老栽在地上死不瞑目 慕宁薇又惊又怕 他的师父竟然 竟然就这样死了 还是被木无双杀死的 木无双这个草包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能力了 他怎么就突然就灵徒进五层了